大家好,我是西雅图姐姐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 我是怎么样用从超市买来的冬瓜 然后种冬瓜的 在开始之前,请先订阅点赞 以后就不会错过其他视频了 好,这是冬瓜籽啊 我就把它这样拿下来 从冬瓜里面刚刚掏出来冬瓜籽 它上面是带粘液的 我就先拿水呢 先把它浸泡一下 把它外面的粘液呢,先泡掉 好,我今天用这个小盆呢 来育冬瓜籽 这几个籽呢 是刚才从冬瓜里面掏出来的 我把它们一个个分开放 多放几个 它不一定每个籽都会发的 我这里面的土呢 还是叫盆栽土和蘑菇堆肥混在一起的 然后这里面我已经用水把土打湿了 再在上面撒薄薄一层土 把它们把籽盖住 然后再浇一点水 因为土是湿的 上面浇一点点水就够了 这个籽发苗呢 还是要温度的 所以现在我们这儿晚上还是 在40度以下 华氏度 所以我会把这些苗呢 会拿到家里去 让它发苗 发了苗以后 再看需不需要浇水 在它苗长出来之前 是不需要浇水的 我用同样的方法 在玉洋盒里面也发了籽 结果呢 玉洋盒里的籽呢 长得快一些 因为玉洋盒有一个盖子 所以保温 所以就先来种这些羊 夏天的蔬菜呢 都是喜欢温度和阳光的 冬瓜也不例外 可是我们这边因为 就是夏天呢 温度也上的不是特别高 所以呢 我不是所有的苗都要种在外面 因为我的苗发的比较多 所以我把几棵种在外面 然后我还想在我的暖房里 再种两棵 比较一下 看看在暖房里 是不是会长的 冬瓜会长得更好一些 看这个根长得多好 这也是两棵长一起的 所以还得把它们掰开 对不起了冬瓜 一直在一块生活的 要硬把它们扯开了 诶 这个还好弄 就在这儿弄一个洞 种在这里面 这两棵盆栽的 我就把它们放在暖房里 这是我去年用同样的方法 预央种的冬瓜 虽然长得不是很大 可是很好吃 喜欢我的视频就订阅点赞吧 也可以转发给一个朋友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多谢观看 也好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